是要跟永平姐來討論 剛剛看到 這個賴清德 他確定接了民黨的黨魁 但是呢 他要面臨好多好多的難題 首先一個難題 就是外界炮紅 高家瑜 被鼓啊 他是戰犯啊 等等的 但問題來了 這個問題 光是這個問題 就有好多層面可以來聊了 賴清德到底該怎麼處理 黨內向在排山倒海 全部把這個戰犯 覺得都是高 都只給高家瑜跟王世堅 甩鍋給高家瑜跟王世堅 而不敢來探討 問題真正核心 真正戰犯 好 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有魄力 他能夠讓民進黨起死回生嗎 你怎麼看 賴清德啊 昨天順利的當選民進黨主席 這一件事情呢 不是新聞 因為呢 只有他一個人參選 但是新聞是什麼呢 是民進黨的黨員投票率之低 這件事情是新聞 他只有17.59的投票率呢 比當時的蘇貞昌的投 這個選黨主席的時候出來的投票率還要低 這個在現在很低迷的情勢 以及大家對於賴清德重整民進黨 重新帶領民進黨呢 回到正軌 至少呢 止血 希望他能起死回生呢 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這個打擊在說明什麼 這個打擊在說明 很多的民進黨員 不管他是基於說 哎呀 只有一個人參選 所以他反正有沒有去投票也會過 或者是昨天呢 確實天氣變得很冷 天氣不好等等 不管你基於什麼因素 可是至少可以說明 聯合心的參與了民進黨 自己是黨員的人呢 都異性阑珊 都沒有基本的熱情 也缺乏基本的意志 連要出來在民進黨風雨飄搖之際呢 連要出來去投給賴清德一票 表示對於未來的共主的支持 這件事情民進黨的黨員呢 有80%以上的黨員都不願意做 那這件事情對於賴清德 接下來面臨的難題呢 是非常非常的艱巨 因為大家在說 高家瑜的事情 他要不要面對 王世堅的事情 他要不要面對 何志偉的問題 他要不要面對 當然他要面對 而且呢 對民進黨來說 你不能夠把社會聲望很高 大家都覺得 他們是在講真話 甚至呢 認為他們還是 民進黨現在 少數的良心跟中流砥柱 你賴清德呢 如果去動他們 如果把他們開除黨籍的話 那麼豈不是對於整個社會大眾 特別是中間選民 就覺得你民進黨 爛到骨子裡了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賴清德要動高家瑜 不動高家瑜 不動王世堅 不動何志偉 那麼他就要面臨 對於很多核心支持者 尤其是很可能是熱情的 這次少數的 在這個百分之十七點五九裡面的人呢 有出來投賴清德一票的這些人 可能要違背他們的意志 可能要得罪他們 所以說當賴清德沒有辦法得到 從甚至是民進黨黨員裡面 大部分基層的擁護出來當這個黨主席 就會使得呢 他能夠去解決民進黨難題 他去阻理民進黨難題 等於他的手腳呢 也被綁住 那這個情況啊 如果我們退到陳水扁的第二任 紅山軍起來 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 陳水扁的一家人 包含他自己 都陷入貪腐的問題 當時民進黨有所謂的十一寇 有十一個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 民進黨人士勇敢的出來說 要跟陳水扁切割 結果在民進黨內遭到什麼待遇呢 就跟今天的高家瑜 跟今天的王世堅一樣 被民進黨內的人呢 罵被骨啦 這個黨員修理等等的 後來那十一寇的人呢 不敢吭聲 甚至有些人在這個接下來的 立委選舉的初選就落敗 或者是說他們就沒有參選 所以這些血淋淋的問題 如果今天賴清德再做一次 上一次是以民進黨跌到谷底 因為陳水扁的貪腐 去找了一個形象相對清新 跟民進黨淵源不深的蔡英文 前來救黨 重新去募款 重新去訴求民眾對民進黨的信心 挽救了民進黨 所以才有蔡英文後來的 平步青雲之路 可是賴清德不是蔡英文啊 她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民進黨員 她跟民進黨一路成長走來 她甚至還背負了現在台南的 黑金烏雲罩頂的包袱 那在這個時候 她又沒有辦法得到民進黨基層 很大的支持 那麼她如果去動所謂高嘉瑜王之間 一方面喪失民心 喪失中間中立選民 對她2024大選不利 可是不動 又對她內部民進黨處理的問題呢 步步艱難 我們怎麼分析只能說賴清德難過了 我並不知道她打算怎麼處理 至少高嘉瑜這次在黨員座談會 被群起而攻之的時候 高嘉瑜是非常明確的賴清德派系 他在賴清德落難的時候 他還願意站在賴清德旁邊 但是高嘉瑜被黨員炮轰的時候 賴清德並沒有出手好好的救援 那這樣的一個黨主席 民進黨內部以及全台灣 如果賴清德還有希望要作為全台灣的領導人呢 他的風骨如何 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氣度跟能力如何 大家都在看 好 第一句 現在在綠營內部 賴清德陣營他們也有分析 說其實閒貨才是買貨人 雖然這樣子目前可以看出黨主席之前的投票率如此的低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很多人對於賴清德的期待相對非常的高 非常的深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反應呢 另外也要再跟永平姐來問的是 郭政浪提到所謂的疑美論 的確賴清德最近 狂打的也就是疑美論 那疑美論你覺得在台灣人民是能夠成功嗎 真相又是如何 請永平姐來分析 賴清德 我認為背後有兩個深切的動機 第一個動機呢 美國這位老大哥 真正背後的老闆說一不二 美國對你指揮的每一件事情都照辦 要你買波音飛機立刻就買 要你增加軍費就立刻增加 要你延長兵役不敢不做 要你做任何事情 甚至美國要派人來到我們的政府裡面 對你的施政指指點點也不敢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抱美國大腿呢 指押保美國的付出重大的代價 就是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有尊嚴的 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這件事情呢 完全在民進黨的主導之下 毫無尊嚴 那這個是民進黨一貫的路線 那賴清德呢 不但不敢反對 賴清德反而他強化說 他要這個繼續深化 繼續強化這個路線 那賴清德為何需要如此的表態呢 因為賴清德他希望美國人接受他 因為賴清德自己知道 他在行政院長任內公然的講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的這個標籤呢 可能會被美國人視為挑釁對岸中國大陸的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也就是說美中現在雖然朝向比較對立的方式 但是美國並沒有準備在所謂台獨這個問題上面呢 直接的正面跟中國大陸衝突 所以賴清德的這個台獨招牌 他如果沒有辦法想辦法處理拿掉的話 那就算民進黨提名了賴清德 他如果沒有辦法在美國那裡得到認可 甚至呢 他到時候的防美型 如果美國降低規格 或者是沒有辦法跟蔡英文一樣 給賴清德同樣的領域 那麼對於賴清德的2024的路呢 可以說會受到非常重大的打擊 所以賴清德這麼早在這個時刻 當選黨主席之初 就要不斷地一直提 他跟國民黨最大的差距 就是國民黨在倡導以美論 他是跟美國親近的如何 有他個人的需要得到美國認可 到時候得到美國加持的動機 但是美中問題的複雜度呢 是在於 美國如果要多麼拉抬賴清德 而不會過早的跟中國大陸爆發了 美國不能控制的衝突呢 那麼就是必須賴清德 解決他自己台獨招牌的問題 那至於這個台獨招牌 賴清德要怎麼排除 他要怎麼處理 他要怎麼樣讓大家安心 他要怎麼樣說服大家說 賴清德的參選 甚至他如果一旦當選 台海不會立刻的兵容相下 這個是賴清德接下來 最重要的政治挑戰 那至於說國民黨 有沒有所謂的以美論 以美論的問題並不是來自國民黨啊 以美論的問題 大家從各種的民調 而且那個民調不是只有台灣的民調 包含美國自己智庫 還有美國委託一些重量級大學的民調 都說明一件事情 台灣的以美論的開始是 俄烏戰爭 是因為大家全台灣親眼看到了 俄烏戰爭的時刻 美國雖然源源不絕地提供烏克蘭武器 可是他完全拒絕派一兵一族 甚至他在提供烏克蘭武器的時候 也做了諸多的限制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全台灣的民眾因為有活生生的烏克蘭的戰事 在大家眼前上演 所以全台灣的民眾完全知道 台海一旦有事 美國絕對不會派兵支援 這個立場是因為俄烏戰爭 美國的朝野的表現 給全台灣的民眾知道 所以大家對於美國 所謂作為台灣的堅強的後盾 堅弱磐石 台海一旦有事 美國一定會來救 武器會來救 這點大家不懷疑 可是兵源沒有 台灣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最缺的就是兵源 台灣不管你是兵役延長 或者是再怎麼樣征兵再如何的 台灣也沒有有足夠的 讓大家相信的兵源 因為台灣這幾年的少子化 已經非常的明顯 而年輕人也不願意去當兵 這也是一個長期而來的趨勢 那這些問題造成你美國 不斷的挑唆美中的關係緊張 台海的關係緊張 可是卻不會實質性的派兵 來支援台灣的前提下 大家怎麼會不懷疑美國的動機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以美論不是國民黨主張的 以美論是美國人在俄烏戰爭 以及當時撤離阿富汗種種的 這個國際上的行徑 所對於台灣人民 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跟教訓 我們要先來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